健康议题一直是国人关注的议题 随着运动风气的提升 也再次登上台面 备受关注 在运动的过程中 难免造成受伤的情形 而该如何避免运动伤害 也成为了重要的课题 而长荣大学健保署的护理师 提供给学生极项紧急处理方式 让每个人都能安全 且开心地享受各项运动 并且学生常见的一些运动伤害 可能就是扭伤 或者是手指头去接球的时候 不小心去折到这种挫伤 他们一定是会先来我们卫保署 卫保署就是评估他的伤势 如果他能自行新座进来的话 通常就是先给冰敷 然后或者是弹崩 缠着固定 然后先冰敷一个晚上之后 如果还是没有改善隔天的话 会请他们赶快就医 去给专业的谷外科医师评估 看他脚的状况 或者是手的状况 我们现在已经受伤了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一个礼拜内至少 尽量不要有剧烈的运动 那提醒起的时候 就是先冰敷 20小时后 改热敷 那如果你就热敷 会不舒服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先暂缓 然后先不要说 太剧烈的行走或运动 运动虽然可以 为健康带来许多好处 但如果让身体 造成不可抹灭的伤害 也就失去了 从事运动的初衷 运动伤害的一个产生 当然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 运动前的一个热身活动 那就会变成你在运动前 就先从事一些伸展 热身运动 那让我们的一个血液 让我们的肌肉能比较放松 然后能做一些伸展 那当然这个 对运动伤害的异防 就会比较能产生一些效果 以上新闻由记者 欧伟杰 林博旋 张静怡 采访报导